大家好,我是Vivian老師 先祝大家苦年吉祥,新年快樂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一個 大家呢,家長們最常碰到的一個學情的主題 那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呢,小孩子幾天才開始學情 這個問題是我從開始教書 就要前到現在最常家長一開始遇到的狀況 那我知道做父母的總是希望孩子能夠傾聽在起跑點上 包括學情 但是在幼稚園中班以前,包括小班或者是小孩子三歲左右 小朋友的手指肌肉的,他這個小肌肉相位發育得很完全 所以鋼琴鍵對孩子來講,這個琴鍵對孩子而言是非常重的 過早練習很容易導致幼兒彈琴時彈不下去 而將指節彎曲彈奏 這將導致熱後彈琴的錯誤出見方式 那所以我由衷建議 幼稚園中班以下 先不要強迫孩子來彈奏樂器 否則很容易因為 因為幼稚園時期的錯誤引導方式呢 引發不舒服的感覺 那影響熱後學習的動機 那手指折彎,彎曲是什麼樣子的一種情況呢? 就好像這樣子 你看這邊的第一個指節呢 它會折進去 這個指節不能在彈奏的時候不可以折進去 我們通常是立起來的 要這樣子彈奏 在啟蒙的時候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是三歲以下的孩子 基本上他這個肌肉還沒有發展得很好 所以我們會建議正時期 先不用上一對一的課程 我們可以先讓他有一些 比較是音樂律動來接觸音樂 一對一也可以有律動課程 只是說先不用這麼急著 就來做這個契樂的演奏 這樣子的訓練 三歲以下的孩童 就是這個0到3歲的這個部分 較適合以音樂律動的方式 來引導孩子感關節肢體的協調度 那國內許多音樂律動機構呢 都很適合智琳的兒童在學琴前先做接觸 接下來以下呢 是我給不同年齡小朋友的建議 0歲就可以開始接觸音樂 很多研究證實這是很有效果的 那4到6歲的孩童 是建立音感的黃金時期 那建議先上音樂律動課程 再來正式的學 這樣子的一對一的演奏的技巧 5到6歲的孩童呢 可以開始彈奏訓練 這個獨奏樂器的技巧了 如果是7歲再開始 通常對我們而言 對老師而言 其實就有點太晚 當然是可以學琴 可是如果你要訓練演奏 在小肌肉方面的話 還是會建議在6歲以前 會比較好 台灣的幼兒普遍使用白劍來做琴蒙的學習 對於隨著程度當升降 黑劍慢慢開始加入的時候 會感到困難與情緒挫折 我們希望孩子們學琴之路 可以減少挫折的情緒 又能兼顧演奏技巧的深度 同時還要給予自然吸收音樂知識的廣度 那我們周末了好幾年 我們自己有特別邀請 擁有15年幼兒團班以上的資深教師代理 推出一套黑劍啟蒙幼兒團班課程 讓自己的孩子呢 對於之後面臨繁多的升降記號 不再覺得困難與害怕 今天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 也是家長一開始幫孩子安排 學琴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短短的分享 可以有助於家長們在幫孩子們 做最合適的年齡的音樂規劃 好,那我們每一次呢 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個主題分享 希望這些最常見的問題 都可以幫助大家們學習更順利 好,謝謝,掰掰 好,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